大家好,我是零心洗積塵 好高興見到大家 又到了e-ink weekly的時間 好了,現在將會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一周 向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則是e-ink新品的消息 掌月iReader在3月16日推出了 全身7英寸電子閱讀器Ocean3 是Ocean2的升級型號 有32GB和64GB兩個版本可以選擇 Ocean3的外觀和Ocean2是一樣的 所以兩代的保護套是能夠通用 而規格方面也有不少項目是跟上一代相同的 例如同樣採用e-ink color1200蝕刻的玻璃瓶 300ppi的分辨率都是1680×1264 支持256級灰度 有28級的冷暖雙色前燈 有實體的雙按鍵 1800毫安的電池容量等等 但是掌月表示Ocean3的性能會有所提高 會採用一個全身定制2GHz的雙核心低功耗處理器 所以閱讀時間會延長到75小時 比上代多了3小時 另外面板也會有所升級 玻璃的厚度會降低了12% 令到清晰度提升了25.57% 有趣的一點是今次廠商特別強調 用了鋼化玻璃蓋板 所以抗壓性會比上代提升了86% Ocean系列的設計特色都很值得一提 基本上就是對表Kindle Oasis系列的 包括左邊的壓瓷位 比起其他的三邊是寬而厚 附有實體按鍵可以用來翻頁 成為了不對稱比例設計的一部分 它最薄的地方厚度僅僅只有4mm 重量只有175克 最後順帶一提 掌月iReader Oasis系列 採用了一個封閉系統的電子閱讀器 和它的自家書城深度結合 是不能夠安裝第三方的app 3月25日前 掌月iReader Oasis 3 會向它自己的京東自營旗艦店進行預售 付了訂金預購之後 最低是可以以1299人民幣買入32GB的版本 1399人民幣去買64GB的版本 第二次是e-ink產品的介紹 華為在去年3月推出了10.3吋的墨水平平板 Mate Pad Paper 特色就是去運作自家的鴻蒙系統 和一個高硬件的規格 在中國的e-ink市場是大受歡迎 上市半年累積了銷售是接近45,000部 成為了同品項產品的銷量冠軍 到了2022年的9月 華為推出了Mate Pad Paper的典藏版 在半年之後也終於在海外市場銷售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Good E-Reader的Store那裡看看 這一部價格4999人民幣的Mate Pad Paper典藏版 和2999人民幣的普通版的差別 主要就是在那個硬件上 由4GB RAM和64GB ROM升級度是6GB RAM和128GB ROM 另外是支援LTE 以及配備了一個湯金十字紋禮盒 另外用戶是會獲贈一年的華為閱讀會員權限 可以閱讀華為書成的資源 這一部Mate Pad Paper是採用e-ink counter HD面板 10.3英寸的屏幕解像度是172×1404 227ppi 屏佔比是相當高的86.3% 配有32級冷暖雙色前燈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處理器採用麒麟820E 比起市面上大部分電子閱讀器的效能強大不少 另外它有一個智能刷新的選項 當用戶在閱讀或者執行第三方APP的時候 裝置會自動調節那個刷新模式 在書寫方面它附有一支華為M Pencil第二代的觸控筆 它有4096級壓力感應 以及僅僅26毫秒的延遲 帶來良好的書寫體驗 詳細的規格就請參與華為官網 第三則是e-ink新品的介紹 聯想在1月5日的CES2023上面 宣布了FinkBook Plus系列入面一款創新的新型裝置 是通過整合一個創新可旋轉的雙顯示器 一面是OLED面板 另一面是彩色電子墨水屏幕 為用戶提供了多模式多用途的功能 這一款FinkBook Plus Trix 配備了最新的第13代Intel Core處理器 它的新式雜邊框13.3英寸 2.8K的OLED顯示屏 具有觸控玻璃和旋轉教鏈 另一面是具前燈的 彩色12英寸電子墨水顯示屏 具有12Hz的刷新率和觸控玻璃 在OLED和電子墨水顯示屏上面 都支持聯想自家的觸控筆 電池壽命可以達到18小時 FinkBook Plus Trix具有多種模式 得益於它的獨特的旋轉教鏈的設計 不論是OLED顯示屏或者彩色E-Ink顯示屏也好 都可以以傳統的筆記本模式 或者平板模式來使用 如果你只需要處理簡單的文書工作 例如通過鍵盤或者筆輕鬆起草 編輯或者校對文件的話 用戶可以選擇使用電子墨水顯示屏 它可以減少長時間使用導致的眼睛疲勞 並且功耗更低 意味著更加長的使用時間 對於更加複雜的文件或者圖像的流程 用戶就可以切換到OLED的平板模式 在鮮艷的400尼特的2.8K OLED顯示屏上 用筆進行一個交互操作 另外對商務用戶而言 它可以隨時在電子墨水顯示屏上 瀏覽行事力的試項和電子郵件 然後只需要旋轉切換到OLED的筆記本 電腦顯示屏模式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通過高清的攝像頭 參加一局自貧會議 內置的雙墨黑風是提供了一個智能降噪 可以減少環件的噪音 在OLED筆記本的電腦模式之下 用戶可以利用到第13代Intel Core的處理器 以及Windows 11高效率這樣工作 當工作結束之後 就可以切換到OLED的平板模式 去享受最喜歡的串流媒體服務 或者切換到電子墨水平板模式 去閱讀銷限的電子書 這款能夠讓到用戶按需求變化 使用方式的筆記本 聯想表示就會預計在今年6月正式發售 售價將會由1649美元起 關於產品的詳細規格 請參與聯想的觀望 第47是Eink產品的介紹 大家應該覺得Foxil這個美國時尚品牌並不陌生 它們的手錶是美國最受歡迎的品牌之一 自從2015年發表了它們首款的智能手錶 Killfinder之後 Foxil一直在智能手錶這個範疇上 是探索和發展 它是以傳統的造型融合智能手錶功能的設計風格 亦頗受大眾認可和支持 去到2023年 Foxil Smartwatch系列也發展到第六代 這一代分成幾個系列 當中的GEM6 Hybrid的錶面採用了Eink的顯示器 因此它的電池壽命是超過兩週 其餘系列是用彩色的AMOLED屏幕 這次介紹的Foxil Gem6 Wellness Edition Hybrid Smartwatch 外表時尚 有淺粉色、黑色和海軍藍三種顏色可以選擇 它搭配了一個金屬色面和一個傾斜的時間圈 以及物理的時針和分針 當用戶在應用程式和其他功能切換的時候 它們會繼續在屏幕上移動 這個款式沒有採用Google Wear OS 而是它自家的系統 在智能的呈現上主要是提供一個健康方面的功能 有GPS準確追蹤用戶的運動、監視步數、心率和減少的卡路里 手錶還提供一個自動運動跟蹤 當用戶忘記了開始散步之前 啟動散步運動的時候 它是可以自行完成一個運動的跟蹤 另外具有睡眠追蹤功能 提供了睡眠階段、持續時間等等 並且會利用手錶的SPO二傳感器 來了解用戶的休息質量 特別注意它只能夠承受3ATM的水壓 意味著你洗碗或者下雨的時候 帶著它是安全的 但如果你是想用在游泳中的追蹤 就未必合適了 用戶的活動數據可以選擇是和Google Fit 或者Apple Health同步 這個顯示出這隻手錶和IOS和Android手機之間 有一個兼容性,它可以連接任何系統的智能手機 去接收通知 但它只有Alexa作為語音助手的選項 而這款手錶是沒有喇叭的 所以你不能夠進行回答 在內置功能方面 它有計時器、天氣報告、音樂控制器 以及可自定義的標盤選項 這些比較入門的功能 FORCE SEAL在智能手錶上的一路嘗試 是帶給那些技巧享有智能手錶的方便 卻不需要太多功能 同時又想兼具優雅傳統手錶外形的那些人 帶來了多一個選擇 而這次的GEM6 Wellness Edition Hybrid Smart Wash 因為採用了E-Ink而換來強勁的電量表現 就更加一句有吸引力了 好,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記得是讚好我這段片 才能夠讓到多些人有機會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輕鬆鬆了解E-Ink世界 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這段片 給你的朋友觀看 去認識一下這個E-Ink世界 是何等的豐富、何等的有趣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 歡迎Buy Me A Coffee 如果你想學習硬不書法的話 可以成為我的月費會員,感謝 如果你或者你的親友人在英國 需要購買電子閱讀器的話 不妨去我經營的網店去逛一逛 所有有關的資料 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的 希望下星期都能夠見到你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裏了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